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Pro Drive Mercedes-Benz是许多人的梦想品牌 能够拥有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最近Mercedes-Benz就推出了一款 比较触手可及的四门房车 它就是A200 Sedan A200 Progressive Line 在我国的售价为RM22988 虽然说它触手可及 但并不代表它没有个性 和同门的兄弟 A250 AMG Line 相比 这个A200 它就采用了一个比较内敛的设计 那A250 它看起来就比较运动化 比较帅气 我是觉得比较适合个性张扬的用户 但这个A200 也不逊色 它的整体的感觉是比较内敛稳重 对我而言我反而觉得这样的设计 更加适合这一个四门房车的定位 这个A200 它导入了 Mercedes-Benz 时下最新的家主式设计 包括这个前脸造型 拥有这个像是这个倒三角的头灯组 而且这个头灯组还配有 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许多网友说 A-Class Hatchback 的维灯组辨识度不高 那这一个A-Class Sedan 它的这个LED灯条的造型的维灯组呢 辨识度就高了许多 A200 Sedan 整体的车尾造型相当的有层次感 像是有这个镀刻丝条的设计 以及下方的双边单出排气围管造型 但这一个排气围管 仅仅只是装饰 我个人是反而觉得A200 Sedan 整体的线条呢 是更加的柔和 更加的没有维合感的 那多了一个车尾也表示 A200 Sedan 和 Hatchback 相比 它多了一份实用性 打开尾箱 放下一两个高尔夫球具 有何不可 A200 Progressive Line 它采用的是一个 18寸的 5V4 双色轮圈设计 这一个轮圈整体看起来是相当的高雅 那它搭配的轮胎是来自韩国的 Hancock Ventus 这个轮胎它其实是 Run Flat Dyer 来的 配置相当的不错 Jiamman Kandi 是现今汽车界的一个大势所趋 那 Daimler 集团就和 Renault 共同研发了 这一具1.33L 的四缸涡轮震压引擎 我们很开心 还可以在这种小排量引擎上看到四缸的设计 这一具引擎它的最大马力为 163 HP 峰值扭力为 250 Nm 而这一具引擎除了出现在 Daimler 集团旗下 包括 Mercedes-Benz 这个汽车品牌的车款以外呢 未来还会出现在 Renault 还有 Nissan 的汽车上 在内装部分 A-Class Sedan 它的整个仪表版和 Hatchback 版本 并无二致 整个设计是典雅与科技感并存 前方这两个 12.3 寸的高清屏幕 带来的视觉冲击非常的大 而且这一个萤幕在大太阳底下开车也不会反光 A-200 Sedan 全车共有三个 Type-C 的 USB 插槽 而前方这个 Type-C 插槽呢 只要连接你的 iPhone 它就能直接使用 Apple CarPlay 那虽然说这个插槽是 Type-C 的一个设计 但是只要有 Type-C 图 USB 的转接线的话 这也不是一个问题 A-200 的多功能方向盘 这回还导入了这个原置 E-Class 的触控式按键 大大提升了使用上的便利性 而且这两个按键它可以进行许多的操作 非常的好用 那身为一辆家庭房车 原厂还是很贴心的导入了这个中央扶手 而且这边还有两个独立式的背架设计 至于在后座空间的表现部分呢 A-200 Sedan 其实它在整体的感觉上做得相当的充足 像是我的头部空间有一个拳头多的距离 至于腿部空间的部分呢 前方是我的标准坐姿 这样大概测量一下都有两个拳头多的位置 相当的不错 那因为 A-Class 它其实是被有全驱车型 所以中间的这个枢纽呢 它凸起其实是相当的明显 但是因为它的设计比较窄 所以并不会太过影响中间乘客的那个放置脚的这个空间 至于座椅的表现 我是觉得这个它的座椅的整体的设计 支撑性是有做到相当好的 只不过在腿部的支撑方面呢 大家从镜头可以看到我的大腿 还有我的小腿的支撑其实并不太够 我相信这个设计是为了要营造更多的空间感 我们先说一说这一辆A200 Sedan 它的动力表现 它这具1.33L 的涡轮引擎 拥有163hp 还有250Nm 的一个输出功率 这样的一个数据呢 其实在用在这一个身形的 Sedan 身上 其实已经是很够用了 甚至有时你开你还会觉得 哇 这辆车很有力 只不过这具引擎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 Turbo Leg 蛮明显的 在两三千转左右的时候 那个 Turbo Kick-In 才进来 伴随着一个蛮强烈的贴背感 那我现在就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刚好这里路段空旷 OK 我现在停下来 然后我起步 你会觉得它有一点反应有点慢半拍的感觉 因为它的 噢 这一具引擎竟然有那个 Blow-off valve 的声音 OK 就是我踩大油的话 其实在放油的话 它会有那个 Blow-off 的声音 因为通常原厂的引擎呢 这个声音都不太明显 但是这一台车 有诶 OK 那我们说回动力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 Turbo Leg 啊 可能有些人会很喜欢这个 Turbo Kick-In 所伴随而来的那个蛮强烈的一个贴背感 很喜欢这个感觉 那我觉得有个问题就是 你可能开着这一台车在市区那种走走停停的路况的时候啊 可能就会觉得这一台车它的那个 加速好像没有力的感觉 那你可能在遇到塞车的时候啊 可能那个整个体验就不太舒服了 但在 Turbo Kick-In 过后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是觉得很充沛的 无论是你 好像我现在这样开的话 你要超车也好 你可能在跑高速的时候你要再加速也好 它都可以给你一个 我不会说它随传随到啦 因为它的这个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呢 它的反应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慢半拍的感觉 感觉上这个引擎和这个变速箱 它们的那个默契 它们的配合并不是很完美 那可能因为我本身是 DSG 的车主 所以我对这方面会比较加旧一些 它的这个七速双离合的换挡逻辑 也就是会有一点慢半拍啊 可能我在踩大油了过后 然后在伴随着这个 Turbo Leg 所以在这两个情况加起来以后啊 你就会觉得这一辆车 它的那个加速表现是有点慢半拍 但半拍过后啊 伴随着来的还是很充足的一个加速表现啊 所以动力表现方面我个人是觉得在这一辆A200 Sedan 方面呢 我是满意的 至于底盘表现的部分 这一台A200 Sedan 它这个 MFA2 平台 它整体的这个车体刚性其实是相当出色的 我在开着它过弯的时候 我可以感受到那个车体侧倾的抑制是做到相当好 只不过它的悬吊部分 因为A200 采用的是一个 Torsion Beam 后旋挂设计 相比我之前开过的这个 A250 的 Multi Link 啊 它的这两者的表现差距 是让我感觉到有点 surprise 因为它们的差别蛮大的 我之前在开着 A50 的时候 它的整个悬吊的调校 还有加上这个底盘的搭配啊 整体的那个表现非常的好 让我觉得这一台这个 A50 H 是一台很有驾驶乐趣的一个小钢炮 而这回我开着这一台 A200 Sedan 呢 虽然多了一个车尾 但是我觉得它在那个动态表现上其实影响不大 有分别的是它的这一个后旋挂 这个非独立式的后旋挂呢 带给你的一个 feedback 啊 你就会觉得它的这个底盘好像稍微有一点空洞 比较不够扎实的感觉 如果以 Mercedes 的一个 level 来说的话 我会觉得它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单薄 这一点让我蛮 surprise 因为其实只是 Torsion Beam 和 Multi Link 差别蛮大的感觉 那这个 Torsion Beam 其实对动态表现 对操控方面好像我现在过这个弯 其实它的这个循迹性啊 还有它这些整个动态表现啊 影响不会太大 我反而觉得这个 Torsion Beam 影响比较大的 还是在舒适性方面 好像我刚刚在过黄线的时候啊 这一台车它在过滤税震方面会稍微比较不足 你会觉得那个路感都传递到车向 不过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感觉在驾驶座这边的时候就很明显 但是我刚才其实有坐在后座测试了一下 反而这一个坐在后座的时候 它的那个路感都好像有被 filter 掉的感觉 没有那么明显 相比起这个驾驶座的感觉呢 它反而是比较少了一点 在隔音表现部分 这个 A200 Sedan 它的整体这个 NVH 无论是噪音抑制还是震动抑制 其实是做得很相当的出色了 但是如果你是以一个 Mercedes-Benz 的这个 Level 去看的话 它可能就会稍微比较有点廉价的感觉 尤其是它的这一个 1.33L 的这个涡轮引擎 它的运转我个人会觉得有点不够细腻 然后它的风切身这些呢也是让你有一种比较不够 solid的感觉 但你也不会怪它 毕竟它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入门的 Mercedes 所以总结而已呢 如果你今天是以一个寻找一个豪华四门房车的一个心态 去看待这个 A200 Sedan 的话 那你可能会有点失望 因为它在舒适性方面 它在 NVH 方面呢 可能就会稍微有点不足 但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寻找一辆 能够衬托出你的身份象征的这个 Premium 房车的话 那可能 A200 Sedan 它整体这个年轻化 然后又很帅气的一个形象呢 加上它这个蛮有乐趣的一个驾驶感 可能就能够满足到你了 所以到最后还真的是看你自己的那个要求在哪里 今天我们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你对这个 E-Class Sedan 的看法 我是小明小编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as Premax 95 富含 Pro Drive 好 好 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